王健身亡船有些内情跌落后,随行同事不见踪影图,看中国记者苗威综合报道7月10日,中国私企海航集团宣布,将于13日在海口海航大厦举办王健追思会。 王健死后的一些细节,被法国世界报华人记者披露王健跌落后,其随行同事不见踪影,海航集团与其微信公众号发文指集团联合创始人,原董事长王健追思会将于7月13日在海口举办海航表示,近日国内外有关政府机构、企业、社会组织、个人等发来验电表示沉透哀悼海航集团员工, 一自发参与到调宴中,表达对王健先生的缅怀和思念。 据海航公告所述王健1月7月3日在法国公务考察时,意外跌落导致重伤不治而身亡,据报道王健当时在普罗旺斯伯尼约悬崖边的一个教堂上拍照,在一堵崖墙上失去平衡,从10米多的高处跌落造成致命内伤法国世界报。 华人记者张竹林在一档节目中称王健跌落而亡后,其随行同事没有守在遗体附近,几个人都不见踪影。 王健离世的第二天,王健跌落地附近的教堂神父为其举行简单的葬礼。 王健夫人及其儿子共四人参加。 王健夫人痛不欲生,这位神父接受记者采访说,对王健翻1.2米高墙跌死,表示不可思议。 不合常理他的说法,与法国警方不相符。 据法国警方的资料,王健之死看闪去美,有一点被认定是一起意外事故。 但法国警方的两次说法,自相矛盾据警方披露,事发时王健周围共有6人,其中包括有他的同事以及一位导游。 王健的家人并没有在现场,而此前有报道,引述法国警长美里奥Hubert Merio的消息称,王健当时是与十多名友人由来王健,当时站在边缘上,让他的家人帮他拍照时坠下海航集团网页介绍。 王健是海航联合创始人之一,他于1983年开始,涉足航空规划,累计多年民航管理、国际谈判等经验。 近年来海航大举进行海外收购,一度被传陷入债务危机负债,近6000亿元人民币过去一段时间。 债台高筑的海航出售了不少资产,以获得流动资金此外,据称中国的银行也接到指令,帮助海航贷款,重组英国金融时报。 报道称在6月的一次债权人会议上,央行一名副行长主持会议表明,海航的债务正在全国层面得到解决。 BBC报道说,王健离市正值海航庞大债务问题有所缓解之时,他的死信传出后,陆媒纷纷猜测海航接下来内部管理压力将增大。 日前海航集团宣布海航另一名创办人,现任董事局主席陈锋,将接任王健职务,成为唯一董事长。 此前消息称,海航幕后老总陈锋的身份特殊,曾得到江市集团二号人物曾庆红的避印。 2006年曾庆,红到海南参加博鳌论坛,专门接见了陈锋并合影留念。 άλλally lain taken América的瑞 Schwab取制定。 契 Line Ahopiate童部军。 您行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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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难南参加博鳌论坛。